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19号抵达美国 在纽约大学短暂和媒体见面后 20号下午与妻儿在宿舍附近的公园休息 校方暂时不准媒体采访陈光诚 有消息指陈光诚将在休息一段时间后 向外界介绍到美国的感受及致谢各方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陈光诚启程赴美当天 发出简短消息 但其他境内媒体则没有刊登相关文章 获网络快闪行动声援的福州维权人士尤明磊 日前已从江西看守所回到家中 网民当天晚间开席为他庆祝 并再次发起活动声援仍未获自由的 陈克贵、郭玉陕及宋泽 温州市苍南县望里镇政府18号 出动数百人及防暴车 闯入夏宝村村民家中进行强拆 遭到集体反击 双方爆发冲突 村民表示冲突持续两个多小时 十多位村民受伤 至少三人被抓 也有警员受伤 上周日是国际爱滋病烛光纪念日 中国大陆多地举行相关活动 一直关注爱滋病人权益的武汉公益人士 也举行烛光纪念活动 悼念逝去的爱滋病人士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机子诈骗 所作出的终审判决裁决 法院判处吴英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并没收全部财产 此前浙江高院今年年初 对吴英案的二审判决为 立即执行死刑 但由于民意反弹强烈 最高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浙江高院重审 据报道 重庆市原副市长和公安局长王立军 可能下个月会被以叛国罪起诉 中国方面已经成立特别法律小组 处理王立军案件 审讯可能会在四川成都进行 王立军或可能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谢谢收看 再会